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灵鳩 离开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 准备最后一次飞行 奏乐声中 灵鳩被送上皇家空居专机 前往伦敦 在那之前 苏格兰民众通通不缺席 我感觉她在这里的爱丁堡 我没有想到 她在德国的爱情 我没有想到她在德国的爱情 灵鳩车队经过的地方 有鼓掌声 也有人拿手机 忙着记录历史性的这一刻 有些人就只是单纯地看着 默默地向这一位 在位70年的传奇女王 说一声最后的再见 说到对女王的想念 当然还有她 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 陪着妈妈飞抵伦敦 灵鳩下了机之后 立刻转搭轿车 前往白金汉宫 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下午2点 将有查尔斯三世领队公开游行 护送女王灵鳩 怡灵到西敏宫 开放大众瞻仰四天 不过外媒推估排队人潮将会多达75万人 因为耗时的安检排上35个小时 还不一定有机会 而将在9月19号举行国葬的西敏寺 相关工程都已经开工 国葬邀请名单也出炉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 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 以及侵害罗兴亚人人权的缅甸军政府 都不在受邀名单当中 新闻黄盛凯代游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